人类开采的大部分金都是以单质琴室存在的,因为金本身有化学多性,些少与其他元素结合。 但是大多数金矿石都是以颗多埃丹麦,也就是说很大的石头里,只有少的可怜的几颗黄金,再以外,在金矿石中,抵制人员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很小颗粒的金。 那如果在大自然中见到大块大块的黄金,岂不是寒暢淋漓,其实,还先有,那就是狗头金。 下面低叔带您走进狗头金的世界,一,什么是狗头金大家都知道沙金,在沙金矿里淘到的金里,有些大致残斗,如果再大一些,拦在手里的金矿,变成垫垫,有些像狗头,有些像马骑, 那么,它就被归为狗头金了。 其实,狗头金是天然产出,质地不纯,颗粒大,而形态不规则的块金,它通常由自然金,石英和其他矿物集合体组成。 二,狗头金是如何形成的狗头金的形成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富含金质的流星远落形成,一种是由于地球板块运动和沿江活动,及后期的沉积作用形成狗头金。 一,流星成液天上,这种说法是由于流星在穿越地球大气层时,产生墙变摩擦和剧烈氧化缠烧,由于金的化学性质稳定,不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而其他的物质与氧气或者岩石中其他矿物发生反应,所以禁止发生了物理反应,由固态变成液态,低落在地球上。 二,地球因素地下,这种看法认为狗头金的真实成液没有这么玄妙,只不过一开始形成的时候,它就比别人大太多了而已。 大块的自然金和小块的金粒金沙的成因没有任何差别。 实际资料表明,多数沙金矿的分布与岩金矿差异密切相关。 沙金城矿区大都分布于含金风度较高的古老基底地层及大面积进入岩和波石区。 由此看来,第二种说法更靠谱一些。 三,世界上最大的狗头金。 根据统计资料,迄今世界上已发现大于10千克的狗头金约有8000到1万块,数量最多手推澳大利亚,差狗头金总量的80%,其中最大的一块重达235.87千克的狗头金也差于澳大利亚。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狗头金目前在澳大利亚博物馆里,形象地说,有多大吗?不是像狗头那么大? 看下面的形状,没错,是一条狗那么大,世界金矿无数,没对狗头金难以释怀。 为何?和每年上千多黄金的开采量相比,几千克乃至几十千克的一块狗头金,719牛1毛。 然而对于发现者个人而言,这无异于异地横踩,更是运气的象征。 1909年,四川少年原县一位采金工员在井下作业时,无信被顶上掉下来石块砸伤了脚,他扳开石头感到很重。 扳到坑口一看,竟是一块狗头金,重达三十一千克,看,多幸运。 从三百多年前到现在,人类对于狗头金的狂幼程度丝毫不减。 再加上现在找矿技术先进,拿一个金属探测银,走在荒山野岭,累了坐在地上休息,没准屁股旁边就是一个狗头金。 19世纪中夜,一名木匠在建造巨木场时,在推动水车的水流中发现了黄金,这个消息不禁而走,引发了全世界的淘金热。 短短三个月内,旧金山人口被激增2.5万人,其中许多华人作为苦力贩卖至此挖金矿,修卸路,非常艰辛。 此后大批华工在这里满家落步,他们就称这座城市为旧金山,也是比澳大利亚的新金山。 旧金山,澳大利亚,维多利亚,一名业余坎矿者,意外发现,一块重达5.5公斤的天然金化,价值约达20万里半约200万人密币。 该男子借助最先进的手持探测医,在维多利亚的一座小镇中进行开探,在地下约60厘米的地方,发现了这块宝贝。 当地一家金矿销销易商店老板表示,从业20年来,当地发现超过2.8公斤的天然金块还是首次。 据此本故事为工艺科普传播使用图片,源自网络,感谢图片的拍摄者。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